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记得 在华兴县那天晚上我去找你吗 在那之前 我刚被我出生如此的好兄弟 出卖了 他因为要立功升官 把我出卖给了我的上司 不轻受伤了他 我断气的时候 难受了 我出现很快 他应该不会觉得痛 我是说他断气的时候也难受了 在你心里面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要听真话 在我眼里啊 你就是诡计多端 心狠手辣的黄承司 当然 你也杀伐决断 恩怨分明 就跟我一样 既仗义又小气 既糊涂也聪明 我常跟颖章说 这世上的人 就像是三娘做的一口酥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都差不多 可是里面有上千层 只有亲自尝过了 才知道里面是什么滋味 所以你为什么要管别人的看法呢 你是在安慰我吗 安慰 是一种同情 你是英雄 不需要同情 我是英雄 我是英雄 我这种英雄爪牙 改进口中的博焰我 清流眼中的千换走鬼 怎么在你心里 变成英雄了 黄承司的名声是不好 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看见你做过一件坏事 你要杀的人都是该杀之人 你破的案也是为国利民 于公 你得到了圣上的轻木褒奖 于司 你帮过我那么多回 只要你不无端罗织 顾舌鸳 在我心里 你就是英雄 英犬爪牙又如何 做国之英犬明之爪牙 不比指挥座而论道的官更好 国之英犬明之爪牙 领导学死 不太平胜 谢谢你啊 为了宽慰我舍债莲花 编出你一大段来 有心了 还这样吧 为了感谢你呢 我把赌约再延期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 如果你这家店能回本的话 以后你做生意的事情 我就再也不过问好不好 你别在这装假好人了 我赵盼儿在江南 也是鼎鼎大名的卖茶文君 你看着吧 一个月以内 你也得到我这儿来乖乖排队 对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